其實我自己也有夢想 我其實也想走完香港這麼多山 不要只剩下其中一個 我走的其中一條路線 希望它可以一起互相去完成這個夢想 我們遇到第一個困難就是開門執法 噢,不! 對,我們就在一個困難 其實我還未知道 我也深大深小 究竟會有哪一方面的活動呢? 因為完全未有資料 只是提供了要穿多衣服 我想會是戶外活動 這樣吧 好了,我們就向後面 好 對,向後面走的 好,我們來看看 其實這次我想帶Simon去 去走一些未走過的地方 或者在香港未去過的地方 因為都知道 他也有走一山 但是走一些比較冷滿 或者比較短的路線 我想這條應該適合他的 但這條路線呢 因為都要手腳併用 要攀爬 那他應該未必走過 但誰知道 真的被我猜中了 他今天真的沒有走過 這條路 他只是走大澳 走另一條路 其實我開心 他真的可以體驗到 一條他未試過的路 其實不可以 就不是去韓國虎山行 是大澳虎山行 蛤? 是不需要坐飛機的 這個虎山路 需要坐地鐵加巴士 我想坐飛機 沒有人回答 去不到韓國 不過今天也挺韓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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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好了 現在會在這條路 對 這個樓梯 這道門都會上去 其實我自己有拍攝Ford 行山Ford 所以我很習慣拿一條相機拍攝自己說話 因為我通常自己一個人行山都是自己拍攝自己分享 很少說旁邊有一個人一起聊天一起說話 其實我是開心的 其實這次是第二次 第一次在旅行的曾經跟我朋友試過 但是那次都是試了好點時間 這次試了時間長一點 挺新鮮挺有趣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看見Simon他拿著Gopro 其實我看他不太懂得拿角度 我當中互相分享 想想怎樣看得漂亮一點 他覺得漂亮一點的時候 會取納我的意見 嘗試拍多點漂亮的鏡頭 其實我可以教他一些東西給他 他又可以給我一些東西 其實大家都開心 開心 跟他走這個虎山其實挺好玩的 因為我知道他雖然有走開山 但是沒有說攀爬這些石 比較少一點的 那我就很想他可以 可以夠體驗一下這些 這些路段 在行山來說 行這些石 未必多的 還有去留技 身體或者關節位 未必那麼靈活 可能未必能走到這些山 但這座虎山竟然是可以走到的 所以也很開心 他可以一起去克服 不是克服的 是完成這座山 挑戰就未至於 那麼高難度 其實他可以做到這件事 其實我也很感恩 另外一句話 就是你的 去做麻緺 才爭 不散